请教老子李承锋 第九十五集 八皇子到底跑哪里去了 怎么 都哑了了 一个六岁的孩童 就在你们的眼皮子地下 带着二十多万两黄金消失了 你们却没有一个人知道 难不成他还能从人间蒸发了吗 三天了 整整三天过去了 人丢了也就算了 要是这二十多万两黄金 你们给我找不回来 那你们就等着替八皇子买单吧 皇上 莫不是八皇子真的是害怕 和你那一年之约会输给你 然后就带着他拿二十多万两黄金的钱财 跑路了 跑路 土天之下莫非王土 他一个小小的孩童 能跑到哪里去 我就不谢了 他会为了这点钱财 而舍弃他的八皇子之位 真是岂有此理 吴公公 吴公公人呢 皇上 老奴在这里呢 你个狗奴在 你主子到底跑哪里去了 老母也不知道啊 主子的事 咱也不敢过问啊 只是隐约听见 他和长孙无意军师说 要去赚大钱 第二天一早 他们就带着黄金走了 嗯 军师 什么军师 这个长孙无意什么时候 腾为他李承锋的军师了 他奶奶的 一副贼美鼠脸的样 一定是这狗东西捕获八皇子 带着我的钱财跑路的 长孙无忌 给老子滚出来 皇上 老臣在呢 这件事情 你要是给我说个清楚 八皇子带走的钱 你至少要给我承担一万 嗯 皇上 皇上 您误会了 那天 八皇子的确是来过咱管辖的安云县做市场 设帝也是老臣推荐给八皇子的 就是想着设帝还算有点才能 跟着我那不是埋没了他吗 于是就让他去给八皇子好好学习学习 那承想 第二天他们就一起玩起了失踪 老臣也是被蒙在鼓里了 还有点才能 还埋没了他 要是给你一头牛 我看你都能给我吹上天去吧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正在给你们三天的时间 要是把八皇子带走的黄金给挣兆回来 那你们就自套要报吧 别让我一个一个找你们要 好消息 好消息 皇上 天大的好消息啊 皇上 老臣打听到了八皇子的消息了 快讲讲 朕的黄金到底上哪里去了 皇上 有位老先生说 就在三天前 遇见过一个自称是八皇子的小孩童 坐着马车 带着一大群黑压压的士兵 朝着宿州城和梁州城的方向去了 宿州城和梁州城方向 那是什么地方 那可是边境啊 战乱之地啊 在那里 三天一小打 五天一大打 一月一冲锋 他李承锋想要干什么 居然还把朕许他的士兵都带去了 莫不是 他想在边境搞点事情 还是他想 用他的三千玄甲军去灭了土拨和突举 瞎搞 这简直就是瞎搞嘛 皇上 八皇子这娃子 看来还是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 没有经历过战场的残酷啊 老臣恳请皇上 速速派人去把八皇子绑回来吧 要不然 带八皇子挑起了战事 那该如何收场啊 为丞相言之有理啊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无论如何 你都要把八皇子给我绑回来 不要他在宿州乱来 知道吗 这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我特么就是最尖 于是 魏征骑着马 连夜就朝着宿州边境来去 等到了宿州城主刘长威家政的时候 已经是天明了 骑了一晚上的马 魏征此刻只感觉到痴疮犯了 疼得不要不要了 哟 魏丞相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魏丞相 哪来的魏丞相 八皇子您开什么玩笑 那个老匹夫说不准 现在正在长安城吃香的喝辣的呢 狗东西 刘长威 你这是在骂谁呢 是是是 我是狗东西 是小得有眼无珠 还请魏丞相息怒 八皇子 老臣找您找得好辛苦啊 您怎么来宿州了 也不和我们说一声 您知道 皇上他们也有多担心您了 魏丞相连夜赶来宿州 就是为了表达 我不皇的思念之情嘛 难道不是吗 哪来问你 嗯 吃什么吃 本皇子让你吃了吗 满嘴胡话 还想吃本皇子的东西 看来还是瞒不住八皇子的眼睛 八皇子 老臣连夜赶入来宿州 一是为了确认八皇子的安全 此刻见到您身体模样 老臣也是欣慰啊 第二 自然就是八皇子带走的黄金和士兵了 所以还请八皇子您赶紧随老臣一起回皇宫吧 说了半天不就是为了钱吗 你回去告诉李世民 你回去告诉李世民 钱我花完了 而且现在我还不能回去 因为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嗯 花完了 二十多万两黄金 三天功夫就花完了 对啊 是不是很意外啊 而且本皇子还有皇命在身 要去各个城市巡查贪官污逆 所以我现在还不能和你回去 八皇子 老臣求求你了 你就别乱来了好吗 哪有您这么视察的 带着三千玄甲军整天在边境瞎转悠 知道的还好 是你八皇子的护卫军 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是来边境发动战争了 这是我的兵马 也是我的权利 我养着他们 我爱带上他们去哪里就去哪里 爱着你了吗 还是爱着他李世民了啊 老臣不敢 但您正 这什么这 从现在开始 要么闭嘴 要么滚 八皇子 你的腰子真好吃 哎 怎么就只有这么一点淘气值了呢 不行 我的找个人多的地方 好好装装逼 狗系统养你 有何用 有事没事 就喜欢扣我的淘气值 你再说一句试试 我和你开玩笑呢 别打我 别打我 我这就去给您赚淘气值 贵儿子 这还差不多 八皇子 这边赛城下正在进行战斗 我看咱们还是赶紧回去吧 你挡着我了 魏丞相 八皇子 敌军数量太多 要是您被冷箭射伤了 该如何是好了 都说了 挡着我了 你耳聋了吗 八皇子 一手天赋 自动扣除淘气值三万五千点 这狗系统还挺了解本皇子的嘛 那本皇子就不客气了 李将军 你且告诉我 突厥狗贼的将领在哪里 本皇子现在就要射杀了他的西瓜 哈哈哈哈 八皇子 您就别和老陈开玩笑了 要是突厥将领的西瓜有那么好射杀 老陈早都给他开瓢了 八皇子 您还是赶紧下去吧 毕竟这里太过于危险 要是您被箭射给射伤了 老陈可担不起这责任啊 没试过 你怎么就知道 我不行呢 你看到我这大宝贝了吗 喂 无 无金霸王宫 传闻此宫全身由无金打造 重约六十斤 长约一点二八米 只要力气够大 射程就可以无限远 握索 八皇子怎么拥有如此牛逼的弓箭 这无金霸王宫 就算是老陈都不一定能驾驭 八皇子居然能单手拿弓 且如此的轻松 看来八皇子真如传言所说 乃是神人转世啊 知道我是神人转世 那还不快告诉我 突厥狗贼的作战军营在哪里 离我们这里有多远 诺 有二十多里地远 八皇子您请看 就在正前方 哪个芝麻点大小的黑点 就是他们的作战军营啊 不过 虽然您拥有宝贝 但这如此远的距离 连个人影都看不着 你又如何能分辨出突厥狗贼的模样呢 退后 我要开始装逼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